HELLO 大家好 我是鳴的 感覺最近這個嗜毒之路啊 死身綿綿無絕起 彩虹冒險王 但以上又是我們的老朋友 以恆 那我想說的禮貌話 想必各位應該都知道了 平台上架運運商為Traveler VN Game 而實際運運商應該是中國的大藍網路 也是本款遊戲的開發商 遊戲在中國叫做彩虹物語 但這也只是它其中的一個名字 還有什麼勇者XX、冒險XX、XX冒險XX大陸等 一大堆牛鬼蛇神 就是利用其他市場上的熱門遊戲做關鍵字排列 提高被用戶的搜尋率 也就是所謂的關鍵字優化 但一般會在名字上這樣搞的遊戲 也大多都是垃圾居多 而有一款跟它名字很像的作品 是在2006年上架的PC遊戲 《彩虹島物語Rateo》 由韓國的Aktos開發 中間轉換過其他幾次代理 目前台灣的代理是樂意傳播 都是種2D橫版動作加Q版畫風 也跟台灣目前依舊熱門的風之谷 所信上可謂是高度的重疊 而目前風之谷在台灣 也有這間本土優質廠商的老大哥 橘子遊戲代理 所以這款彩虹島物語能稱到現在 其實我還是蠻佩服的 而後來2018年 還有上架一款手機版的續作 《彩虹島W》 由龍中網路代理 但在隔年的4月1號就光束官服了 而本次遊戲就算是一款大雜混吧 包含《彩虹島物語》 《風之谷》 《風之谷》 《風之谷》等 各種元素都有借鑑 看看這APP的圖標是想學誰 也非常的明顯 不是想刻意的誘導 就是在故意的碰瓷 還有這最近我已經看到有點膩的主視覺 真的是每家都在接著用 是不是這些廠商謹慎的創意 都用完設計如何誘導課金了 遊戲出史僅有3個職業 也有一些簡易的捏連 不過就隨便選吧 反正等會就會刪除了 然後這遊戲 勉強來說算是動作遊戲 絕對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廠商真的便在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上硬襯 然後開局沒玩多久 就很貼心的送你一個掛機戰鬥 還真是謝囉 建議以後也可以順便把技能圖標也移除 反正用不到的功能何必給玩家 一路上就是點任務看他Auto移動 而用戶體驗就只剩下確定跟下一步 跟市面上那些換皮垃圾MAO 已經有高達99%的相似度了 畫風的感覺非常的低齡 也讓我想到之前那款 樂意傳播代理的長球英雄 再來這個標配的VIP特權 看是免費 但其實都是陷阱 客基於狠活啊哥們 廠商可以想想為什麼這款垃圾遊戲 為何連中國人都不買帳 想靠垃圾遊戲戀財 先問問投放的廣告資金夠不夠 代言人猛不猛 不然加盟37戶瑜跟4399應該是比較快 下一款是觀眾要評測的 士林深淵傳說 這款遊戲在中國就叫做士林 在去年的5月27號上架 按遊戲資料申請來說 開發商是中國的凡哥信息 但看了一下這件開發商的網頁美感 跟遊戲表現出來的風格是非常的不搭嘎的 我個人感覺這只是用來申請版號用的人頭公司 而在中國的營運商是獵奇戶語旗下的三面網路 應該也是這款遊戲的實際開發商 然後我看了一下台版的FB 有篇留言讓我蠻無語的 這款遊戲只在港澳的台發行 這回答是在裝傻嗎? 都已經有那些路版T0未來式的推薦攻略了 而且打開路版都快滾到300伏去了 還是說只要字數不一樣就算不同的遊戲了 感覺就是找個隨君留言來帶風向 你這個廠商實在是不老實啊 台灣的代理商資訊也很不明確 從FB上也找不到相關訊息 廠商如果想販售垃圾的話也好歹有點骨氣 一般只要看到這種標示來路不明的遊戲 是連玩都不建議去玩的 不然哪天突然炸腐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上架商店用的名稱是什麼? GAMELY AAAA 點進去的話可以查看目前就三款遊戲 而另外兩款光靠圖標跟畫面 不用點進去就知道是有什麼成分組成了 而這款遊戲的官方網站底部下有一個 Rainbow Horse 唯一間港商彩虹馬 而從服務條款中可以找到另外一間 凱因香港科技 也是中國凱因網路在香港設立的全知識公司 而凱因網路其實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也是非常熟了 就是一間搞傳奇遊戲起家的公司 過往也跟騰訊有不少合作 旗下有什麼刀劍神域啊奇蹟MU 還有最近陸福剛宣布即將關服的玄宗祭 一刀999滿地爆裝的老四傳奇味 你都能在他的遊戲中找到 那首先我們進到遊戲界面 也是標準的滾服 台灣才多少人口 馬上就可以開到20伏 那我們看看幾個月後又會光束合併吧 而進到遊戲中 你只要看到這個萬惡的VIP機制 那這款遊戲的九指數就不低了 仍是典型的PVP數值玩法 單純的抽卡鏈等充排行的設計 這種遊戲很典型又是非常注重多人PK的體驗 塞入了各種天梯榜 跨服對戰 排行榜等機制 又是屬於那種極其簡單化的仇恨買單類型 搭配時不時的點紅點零獎勵的機制 有沒有跟過去有提過的那些 放置或換屏MO非常的相似 除了在畫面表現不同以外 都還是在用那套引導消費的邏輯 果然最懂傳奇的 還得是你凱因哥 而這種遊戲通常在屬於玩家個人的PVE體的內容 都會非常的稀缺 除了讓你不斷的探索地圖撿垃圾跟打怪以外 就沒了 過程中連塞個劇情都不願意 別人的換屏MO都還願意塞個垃圾紋 裝逼搞文青 你倒好什麼都沒有 而戰鬥波陣也是屬於那種弱策略性 都靠身體擬壓過去就可以了 如果這款遊戲放到十多年前 我可能還會覺得挺有意思的 但少年都已經長大了 也被社會洗禮過 對於這種純戰力素質的遊戲 早已經免疫了 如果想靠美術讓我上當 至少多放緊個好看的妹子吧 否則既沒劇情跟遊戲性 只是一直重複式的作業式刷怪 跟別人比口袋深度 那我不如打開麻利歐 還比你好玩100倍 而廠商說這美術風格是獨創 老實說也不算吧 蠻早就有類似風格的遊戲了 像在2007年上 PSP上就有一款 戰鼓碰塌碰 或者像是2010年的地獄邊境 2013年的黑暗領地 迷失之地 這種結衣美術的風格 真的是多如牛毛啊 而另外遊戲整體的畫風跟戰鬥風格 都跟另外一款同樣來自中國的廠商 暗藤信喜所開發 與2017年上架的超進化物語 可說是非常相似啊 兩者沒有查到關聯性 暫時先排除是來自同一間廠商的競品 而先不探究這款是不是借鑒他人的產物 至少打開來也是沒有傳奇課金的套路 界面上也很乾淨 更不是強PPP機制的玩法 而遊戲目前能淫慾到5周年 相信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的 結論 有良心可以賺錢 沒有良心可以賺更多的錢 換筆遊戲一年10N款 但不可否認的 他們也是一年賺N款 這輛產的車速是快到每天下載都追不上 但某方面來說 我還是很感謝那些韭菜拼命的送錢 讓我們有這些源源不絕的熱質素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可以和我星期間 你們就好聽說 我們看來很 find 有關心的